然后呢,却落一张,人就不见了 这个女子呢,是花莲的女子 她常常跑到采券行试手气 并且呢,她会边刮采券,边跟店家来聊天 取得店家信任之后呢 某一天,她突然是大量的玩刮刮乐 刮了上百张,几千2.96年后,人间蒸发 店家受病报警,女子现身 全反咬店家试毁谤 2万1毫米,2选一 下一次,越来越来越关心,又传出警察酒驾的事件 先前呢,六号晚间,高雄六规分局的 万山派出所的吴姓前所长 他在起路的时候,酒驾发生了擦罩车祸 结果前天晚间,又是六规分局 又有一名警察,他开车酒驾自重 而且他酒车局达1.2 都是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了两起远景酒驾 因此呢,警局高层震动 已经对这个远景剂一大步,并且调职处分 好,女车主看到自己的爱车变成这样 真的很心痛,到底是谁做的呢? 她说呢,当时是把车停在高雄瑞丰越市附近的私人停车场 取消的时候,她吓坏了 她的这个车顶有凹痕,后挡风波移,整个都已经碎裂了 而现在警方的尾尖时期发现,车主离开后,短短四分钟 当时呢,她的车子警示对着不停的闪瘦 研判可能是空气强造成的,目前要揪出下手的人 第一名,40岁男子,他因公安意外重创脸部跟腹部 送一来治疗,还是被判定挠死 而家属决定了,将她的器官捐出来 院方也协助国道警察,确保捐出的器官 能够快速的从宜兰送到各大医院 现在状况的高级,王远俊又告诉大家 这比较严重,而施打的品牌分别是 赛诺菲,国光,还有东阳都有 严重的引发了心肌炎 不过现在我医生强调说,心肌炎不一定就是施打疫苗所造成的 尤其现在是入去的季节,本来就是后发期 而疫苗打了上百万剂,才出现五十一例的不良反应 他认为都是在掌握范围 关心艺人捧恰恰日前宣布破产负债上益 不过现在又被民众募集说,她被大批的警力给带走 疑似卷入了债务纠分 不过警察调查之后,发现这只是误会一场 究竟怎么回事,高显邻军坊告诉大家 好,艺人捧恰恰日前是宣布破产负债上益元 而她又被民众募集在二十三号晚间六点多的时候 在小居团旁边的百万公司楼上呢 被一间三温暖里面的有效 怎么会沦为废墟呢 这个地方是在苗栗头粪的亚太创意技术学院 因为近几年少子化冲击 所以从去年开始,他们确定停办 不过现在整个校园却沦为一个大型的废墟 集方最近也破获了无情校园的弃案 改造了欺民窃贼 而现在校方为了防窃,在警卫室里面放假人 很多人都会跑去泡汤 国民岛的一位陈玉珍 他来到了伊兰太平上来泡温泉 他就在脸书上跟大家分享 他的泡汤照露出香肩 让网友大胆说 根本就是贵妃出狱 高手的山神六龟 除了是温泉特色之外呢 现在也推出了新景点